第零九九七章 楚魔图神 楚风在这里 一句话而已 声音不高 却像是炸雷般 让附近的人都震撼 全部获得回头 感觉不可思议 惊恶而站立 盯着此地 银发小萝莉 脸上满是恐惧之色 她姐姐终究是将这句话喊出来了 姐姐 不要吓唬人 这种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她尽量让声音平缓 并努力 让脸色恢复正常 然而 她看到了硬折线的决绝 以及她的那种镇定与冷淡 姐姐 银发小萝莉传音 她暗中劝阻 想阻止应折线 改变其念头 可是 应小小也知道 她的姐姐一向有主见 平日看起来飘逸出尘 空灵若先 可是一旦有所决断 很难改变 并且 她知道 应折线是一个无比理智的人 可以说 有时候应折线理智的 让人觉得过于冷酷 换一种说法的话 她不识人间烟火 空明出尘 有些无情 她的弹幕 有时候很冷 同时 应小小深知她姐姐的手段 云淡风轻间 曾经将足中一些 以老卖老的 素老整治的低头 而她不带烟火气 应小小知道 自己姐姐手段厉害 该黑的时候 绝不含糊 外人都很难想象 这位容貌绝世的 折仙子的另一面 应折仙的情绪 没有丝毫波澜 她很冷静 没有看自己的妹妹 而是盯着楚风 清冷中带着疏远感 姐姐 银发小萝莉都急哭了 暗中跟她交流 迅速传音 说着一些事 想劝她姐姐不要这么做 你不懂 应折仙冷淡地开口 我怎么不懂 我知道你理智 冷静 谋划得很远 但是 我求你一次还不行吗 不要过于理智 不要太功力 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为什么要喊出来 楚风在这里 你们在抑郁时 很好啊 银发小萝莉 暗中跟她的姐姐争执 情绪非常激动 有些失控 她知道 哪怕自己的姐姐肯配合 将这件事遮掩于解释过去 也很难瞒过在场的人了 旁边 硬无敌实话 面皮僵硬 真是楚风吗 其他人也都望来 盯着这里 消息已经泄露 难以挽回 楚风 看向硬折仙那里 山川如画 美人如花 硬折仙真的很美 空灵若仙 冷淡中显得飘逸而绝世 超然红尘上 身材修长 黄金比例 亭亭玉立 她银发飘舞 美丽的毛子非常有神 穷鼻挺翘 红唇背齿 自身真的宛弱折仙子 楚风从来都知道 她自控能力超绝 冷静而果决 更胜过硬家名义上的传承者 硬无敌 理智儿内敛 非常不简单 在抑郁时 楚风就感受到了 最开始时 硬折仙在抑郁 还曾率先提议 联合精灵 佛子侍弘等人 围剿过楚风 手段端地是厉害 今天 她突然这般发难 让楚风陷入漠然 沉思了片刻 她想通了很多事 呛 楚风拔剑 神光吞吐 风锐的金色剑尖 逼近 翁的一声 硬折仙的体外 腾起一片金光 那是神级的符文 她的胸前 佩戴着一枚 神灵赠予的护身符 这是神级瑰宝 能挡住神级净化者的攻击 并且 这枚神符散发的光芒 僵硬无敌 与硬小小 也都覆盖在当中 裹带着他们 一起跟着飞了出去 有恃无恐吗 楚风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不想说话 翁的一声 她手持金色的战剑 轻轻地划开那片金光 钉的一声 将那霉神符 轻易切割为两半 同时 在此过程中 她不加掩饰 满头乌黑长发披散 真容浮现出来 身体修长而强健 肌肤晶莹若玉石 楚风 真的是她 来自阴间的故人 比如盗子精灵 佛子侍弘等 第一时间认出她 远处 袁世成 袁袁等人 也都瞠目结舌 居然真的是楚大魔头 这位昔日的故人 化身为石凡赶到这里 这太逆天了 他们是被阳间人 带着飞渡混沌海 出现在此地 楚风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人 也能出现在残破宇宙 此外 他们看到了什么 楚风一剑 削掉一枚神级护身符 他手持的是一口神剑 有人惊叫 看到那炳剑的不凡 理所当然地认为 这是楚风强势的根由所在 不然的话 没人相信 他能一剑劈开身符 唯有动用这个极术的兵器 才能做到 楚风阴姿勃发 但也带着怒意 还有一缕的怅然 被硬折仙这样当众揭发 他难以抑制胸腔中的一股火气 虽然 他也想到很多 想到不少可能 但现在还是心中极度地不舒服 略有苦涩 他是一个坚毅与果断的人 煞时间 抛却一切的复杂情绪 斩掉所谓的旧情 直接目光冰冷 金色的剑尖向前递去 触及硬折仙的眉心 抵在那银白的额头上 血珠字已经从那里滚落出来 不要啊 楚风 求你放过我姐姐 不要杀她 哭泣着 拦阻在近前 她的那张小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不愿她的姐姐那样站出来与开口 可是 她也不想楚风直接动手杀掉她的姐姐 遇到这种事 她那张精致而完美的小脸都皱了起来 很矛盾 也很心痛 无力改变什么 楚风 对不起 硬无敌开口 她满脸苦涩之色 怎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她站在前方 用手握住楚风的剑 鲜血低落 她的植骨等直接被割裂 割断了 姐夫 你不要杀她 求你了 银发小萝莉央求 脸上带着泪水 嗡 剑体轻震 将硬折仙震开 但没有再伤她 也将硬小小震退了 楚风手中的长剑 抵在硬折仙的眉心上 轻语道 真是没有想到 发生这种事 除非一种可能 不然的话 楚风根本就不会原谅今日之背叛 但是 现在她不愿去多纠缠 一切都是因为硬小小那张七楚而稚嫩的小脸 让她放弃杀念 她冷漠的一剑将硬折仙震开 她的眉心在躺血 但是却没有被重创 楚风转身就走 冲着阳间通道出口那里赶去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阳间来的人不可战胜 你斗不过他们 硬折仙很平静 也很冷漠 在那里开口 楚风 守护阳间通道的神奇开口 冷漠地看了过来 这里有人把守 而且不止一尊神 他们刚才在冷酷的注视 出于矜持 没有第一时间干预 就那么俯视 现在 楚风居然主动过来了 他们哪怕心中很惦记 很激动 将要完成天尊交代的任务 但还是在保持安静 谁说我杀不了阳间的人 楚风冷声道 急射到镜前 而这时 那悬在出口附近的照妖镜在发光 向楚风映照而来 可以看出 他果然表里如一 显示他就是楚风 是 楚风一见 就劈开了这枚宝镜 让他盯得一声化成两片 坠落在地上 哄 这片地带沸腾 来自阴间宇宙的故人 简直不敢相信 这真是楚风 而且这般的强势 同一刻 残破宇宙的人 也目瞪口呆 有些人听到过楚风的事迹 口口相传 现在都很震撼 这个年轻人 只身从阴间杀过来 赶到这里 赶向阳间人叫板 放肆 守护通道的 一位神奇开口 冷冷地呵斥 带着威严 还有轻蔑 他们苦苦寻找的阴间土著 居然出现了 而且还敢 对他们挥剑 简直是找死 在他们看来 楚风暴露了 现在是失去理智 自暴自弃 想愚蠢地跟他们拼命 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后 不知死活 我看是你放肆 楚风大不留心 刹那就到近前 挥剑向前斩去 愚昧 敢对神灵动兵鸽者 九族见面 那位神奇开口 越发的威严 并且探出一只 银色的大手 向着楚风压制而来 扑 楚风毫不犹豫 一剑挥出 扑的一声 斩落下一条 银色的神奇手臂 让神血四剑 震动虚空 啊 那位神奇惨叫 怎能料到 他动用了秘书 想要直接镇压楚风 结果 被他轻易地化解 并斩掉他一臂 他获得战旗 再也不可能 镇定地坐在那里了 更谈不上保持威严 一刹那 这位神奇就动用 最强神术 要杀楚风 要跟他拼命 然而 一剑寒光闪耀 照亮秘境 扑的一声 楚风这一剑 不仅破开他的秘书 还将他的头颅斩飞 瞬息间 这位阳间的 神级净化者的身体 与飞出去的头颅 便在虚空中 寸寸湮灭 啊 他惊恐大叫 但是却改变不了什么 一刹那 附近的几位神奇 都疼得站了起来 震撼而惊悚 这是何等的实力 一剑斩神啊 他最起码是神将巅峰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位神王 而且到了中期层次 屁逆他们 后面 硬无敌实话 硬小小的小嘴 张成欧行 其他人更是如同泥塑木雕 站在那里 不敢相信 尤其是来自阴间的 道子精灵 袁世成 袁袁等人 觉得过于震撼 那是楚风 一年间未见 他居然可以屠神了 硬折仙早先没有面对战场 而是背对那里 现在感觉到情况有意 轻轻转身 看向战场中 扑 扑 楚风一剑斩出 便有一颗神级头颅飞起 连出两剑时 两位神奇怒吼 带血的头颅 冲向半空中 我就是楚风 他冷漠喝道 第零九九八章 一剑寒光射天下 神灵的头颅在飞起 冲上半空 而且是两颗 简直像是比翼齐飞 看得一群人瞠目结舌 寒毛倒数 硬折仙回转过身躯 正好看到这一幕 清冷而绝力的面孔上 顿时发僵 这是 一年未见 昔日阴间那位年少的进化者 经历大起大落后 身边的人都死去 他自身竟成长到这一步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过于虚幻 如同一场神话 能够走到这里的 哪个不是佼佼者 都是各族中的嫡系 可是谁能够在这个年纪图神 太震撼人心了 即便是阳间的天才 在秘境尽头 争夺寒潭造化的神级奇才 他们能够这么迅猛崛起吗 也不可能 正常来说 这个年岁成神的人 古代或许有 但是如同凤毛麟角般稀少 而且都是有各自的机缘 现在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摆在眼前 这是要跟古代阳间 少有的传说中的人物比肩吗 碰 两具神识炸开 没有比这更震撼的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 楚风就这样 简单而伶俐地斩神 让所有人都后背冒寒气 来自阴间宇宙的故人 一个个揭石化 当年他们 跟楚风都在同层次 现在呢 他真正成为大魔王了 印折仙高耸的胸部略有起伏 如蓝四射的呼吸清香飘样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楚风可以强到这一步 那可是神奇 楚风说杀就杀 一箭横扫之 银发小萝莉 方才充满担忧之色 可是现在大眼使劲挑动 无比的开心 差点就欣喜地大叫出声来 印无敌如同一个木头人 在那里张着嘴 很难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景象 一动不动 他在图神 使魔族的公主圆圆 如同在梦里 声音很低 整个人眼神都有点迷幻 残破宇宙的人在惊呼 而来自阳间的人 也都心头悸动 守护通道的神不止这些 明面上就有八尊 现在 神的头颅飞起 他们怎能做得住 一个个都疏地站起 神威浩荡 简直要粉碎苍羽 撕裂天地 这些人一个个都发光 璀璨夺目 一个人便足以镇压阴间宇宙 都是狠角色 然而 在面对处风时 他们却是如此的神色凝重 都拔出兵器 并第一时间向外传音 请求援助 快来 有神奇低吼 传递消息 在呼唤神王降临 然而 他发现自身发出的魂光 竟在虚空中爆开 如同一团绚烂的烟花雨 纷纷扬扬 就这样破灭 在此地 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符文 绞杀他的神识能量 消息无法传递出去 敢对神灵动兵戈者 九族见面 刚才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现在我在剁神 又能怎样 楚风很冷淡 可手底下压根就没有停下 动作太快了 爆裂无边 如同雷霆出击 剑光如红 如闪电 金光激荡云霄 斩破一切阻挡 杀呀 剩下的几尊神大吼 满身都是光束 粉碎空间 实力太恐怖 若非这片秘境过于特殊 绝对要毁灭了 然而 任他们发光 催动秘术 向楚风攻击而来 都改变不了什么 其中一人施展了一个 法相天地 顶天立地 身高不知道几千里 黑色神体磅礴 威延这片天地间 可是 依旧没有用 当他带着冷酷杀意 一脚踏下来时 没有将楚风踩层肉将 自身却惨叫着 护体浮光分崩离析 那只硕大的脚掌 如同一座大山断落 带着血 黄涌而出 坠落在地上 破 楚风纵天而起 并一箭扫出 将他那顶天立地的身体 从眉心劈开 分为两半 让他顿时背后 而后声音戛然而止 轰隆一声倒落下来 砸他地面 血流成河 楚风现在杀人 斩得不仅是肉身 还在灭魂光 所以 哪怕是神也活不下来 即便身上有保命手段 在楚风全力以赴后 也不够看 那些所谓的神斧等 全都四分五裂 化成积粉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差了火后 秀 秀 秀 这是剑光割裂虚空的声音 太风锐了 太犀利了 无坚不摧 自始至终 即便楚风在开口 他的动作也没有停下 杀气滔滔 剑芒如虹 在这里大开杀戒 一片剑光交织出来 神的身体在瓦解 在四分五裂 在阳间一些人震惊的目光中 在他们惊悚的心境下 神奇被轻易地屠杀 一位赤发神奇披头散发 提着一杆大忌 要跟楚风拼命 结果被楚风仰手一剑而已 几段人哲 血剑通道前 另一位金袍神奇资格很老 平日一向强势惯了 可是在楚风的神剑下 被斜肩斩断 惨叫着 魂光话语 迅速湮灭 一位金发女性 神奇姿色不俗 相当美丽 手持 长边向前抽来 如同雷火在涌动 山崩地裂 秩序符号沸腾 然而 她最终也只是一声惨叫 那雷火神边就被斩断 自身也被楚风腰斩 又被她一指洞穿眉心 斑斑血迹 死于非命 几乎是一交手 八位神只就都死了 被楚风干净利落地屠杀 最后的关卡这里 所有人都站立 这是何等的威势 那可是神奇啊 说杀就杀了 到头来 暗中有神将无声无息地杀出 乌光暴涨 那是恐怖的刀芒 那两人手持死神镰刀般的武器 对楚风袭杀 结果在咔咔声中 他们的兵器被斩断 两人不断对抗 但依旧不敌 瞬息间被楚风斩成肉块 魂光炸开 形神俱灭 超过十位神都死了 就这么迅速地溃灭 楚风提着低血的神剑 片刻都没有停留 向通道中冲去 最后的关头 他目光冷冽 扫过所有人 顿时让群雄都低头 不管是阳间的 还是残破宇宙的 亦或是阴间的故人 江洛神最为震撼 这可是跟他来自同一地的人 两人间有交情 甚至还曾醉酒共床眠 虽然只是略微风光以拟 并没有发生什么 但他印象太深刻了 而现在这位故人的发展 完全超出他他的预料 姐夫你要成功啊 银发小萝莉暗中祈祷 握紧了小拳头 硬无敌也很紧张 他知道 楚风这是要偷渡 强闯进阳间 硬折先呼吸有些急促 绝力的面孔上 不负往昔的平静 他也在盯着混沌气 弥漫的最后关卡地 嗯 楚风果断倒退 离开那里 他虽然看到了戒魔 遥望到阳间浓郁的阳气汹涌 但是他又顿回来了 早先 他所收服的十二只神级 小动物 传给他的信息是正确的 这里有古怪 有大凶险 让他觉得强闯会陨落 前路已断 这里不是善地 没有办法突破过去 楚风很果断 沿着原路要顿走 没有必要耽搁下去了 好 一声咆哮 可怕的银色符文 凝聚成一道光束 没有针对其他人 只覆盖像楚风那里 那是神级进化者轻斥 神音演化成规则 这是强大的秘书 镇压楚风 哪怕楚风刚才封锁此地 并在第一时间斩进一群神 但还是暴露了 远方那是一群怎样的人物 都是天才 他们有的为圣者 有的为应召者 更有人为神级进化者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都是来自阳间奇才 灵觉最敏锐 哪怕秘境非常广袤 相距很遥远 他们也在最短的时间内 德西这边出世了 并做出反应 杀了过来 楚风 你还敢出现 太武天尊正在寻你 谢谢你给我立功的机会 这是一位神级天才 自视实力无匹 他能碾压神将 在神灵中所向披靡 即便已经知道 楚风在此地屠神了 他也无惧 根本就不怕什么 显然他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不知道楚风真正的深浅 此人的确很强 远胜刚才死去的几位神奇 但是 在楚风这个名副 其实的神王境界中期 进化者的面前 他又算什么 还是不够看 感谢我 呵呵 楚风冷笑 既然没有办法偷渡 那就打开杀戒吧 血洗杨间的这群神与天才 送你上落 好好的来谢我吧 楚风声音森寒 这一次 他没有动见 而是一拳直接砸了过去 他催动的杨间赫赫有名的神迹 闪电拳 太快了 也太迅猛了 根本躲避不了 楚风这个金色的拳头 粉碎长空 带着恐怖的能量 跟那人手中的短笔撞在一起 金属碎片炸裂 神级匕首 被楚风一拳轰爆 并且那个神级的杨间天才的手臂 也在第一时间化成一团血舞 啊 他惨叫着 接着身体也在寸寸崩开 结果 楚风一拳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 猛力一震 此人爆碎 原地瓦解成血雨 这是怎样的画面 来自阴间的故人 还有残破宇宙的各族 以及杨间的一些天才 都寒毛嗖嗖地树立起来 觉得无比震撼 这就是杨间的天才吗 不过如此 楚风站在这里 声音淡漠中也带着冷裤 杀意无边 不远处 肖子韵 金川腾 白衣文士 郑成涵等人都如同泥塑木雕般 全都僵硬在那里 不久前 他们这群圣者天才还自傲 还灭世十凡呢 结果转眼间才震惊地发现 那是一条大恶 或许可以说 那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王 图神都敢做 都能做 都在肆无忌惮地做 一群圣者哑火 无法多说什么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跟楚风大魔头比 至于一群神级天才 神将等 则全部拔出兵器 浑身发光 能量光芒滔天 如同一颗又一颗太阳在焚烧 要对楚风下手 都给我去死 斩神踏天去 谁能阻我 楚风冷笑 屁密诸神 他要大开杀戒 血洗群神 注定摇动阳间大世界 让某些天尊都要发怒 第0999章 蝼蚁式群龙 较为年轻的阳间神级净化者 被楚风一拳贯穿 荡成解体 成为血鱼骨 震撼秘境 让不少人失声 这是怎样的手段 阴间宇宙的人在轰杀神器 尤其是很多人知道楚风的根脚 就是为他而来 原以为神奇降临 出现在他眼前 便会手到擒来 轻易抹杀之 怎能料到 他们眼中的阴间土著 一个圣者层次的卑微虫子 在一年的时间内 突飞猛进 已经成神 甚至到了更高层次 他居然在这里轻易屠神 宛若天方夜谭 让人难以接受 原本他们 如同巨龙俯视这片大地 结果他们眼中的弱小蚂蚁 则直接掀翻天空的巨龙 并将之绝杀 这种先后对比的反差太强烈 一只蚂蚁昂首而起 一拳打出 击毙一头巨龙 这一画面 让众神都实话 远处 一位蓝发女神皱眉 她身材不高 但曲线惊人 娇小玲珑 她肌肤银白 蓝发晶莹飘舞着 双目战战 长相非常漂亮与甜美 就在此刻 她雪白的眉心间 出现一道缝隙 露出神芒 那竟然是一只树眼 一道金色光束迸发出来 突兀的袭杀楚风 嗯 楚风诧异 杨坚这群天才 还真是自负 她接连诸神都没有震慑住他们 居然有人 在第一时间便又动手 当 她弹指间 食指盈盈灿灿 将那道金色光束机的溃散 但却也感觉到一种不弱的冲击力 那个蓝发女神很强 最起码在神奇中是佼佼者 一般人肯定挡不住 会被此光束阁杀 杀了她 这像是一个信号 其他人都跟着动手了 一个头上 循着绿金顶 手持天歌的青年 手指前方 这是一位实力超凡的男子 满头绿发飞舞 开始发难 哄 在她的头顶上 那口绿金顶发光 成片的壁波从顶口那里荡漾而出 而后化成剑气浪涛 这种攻击有些惊人 分明是一口顶 可是却从顶口中鼓鼓而涌光芒 宛若全池 最后又化成剑气 形成浪涛向外席卷 天地战烈 虚空被分割 这一景象 惊世骇俗 楚风自然处在剑气海的中心 被那一重又一重的剑光所淹没 剑芒滔天 要搅碎一切 不远处其他人也动望 有数人同时出手 都是神级进化者 他们看不过楚风 在这里昂首面对他们 曾经的乙虫 怎么能挑衅神之威严 并在此大开杀戒 必须得有强力的神灵出面 将之迅速地轰杀 这几人都很强 有人挥动十二节的黄金鞭 有人则吃长几 还有人挥动乌光暴涨的魔刀 同时发难 楚风嘴角带着冷漠的笑 身体一晃 瞬息间向前冲去 没有躲避 而是要血洗他们 哄 现在 他的速度太快了 施展闪电拳 这种神迹惊世骇俗 带着魔性 早前少女戏传给他时就讲过 有可能会是拳法御人 而非人御拳 楚风跟闪电一样 纵横此地 整个人随着一双拳套洞 雷霆轰暴虚空 砰 那手持天歌 头上悬浮着一座绿金顶的男子 最先感受到 这种猛烈的能量侵袭 顶口鼓鼓涌动出的 剑气化成的浪涛 被楚风轰穿了 震散了 能量乱流 在秘境中激荡 一瞬间 这片地带千疮百孔 被毁坏得不成样子 如果是在阴间宇宙 星空都要炸裂 造成大面积的毁灭 星球等都被要被一道 又一道神之剑光展落 化成宇宙尘埃 但这片秘境不同 是残破宇宙最早年代留下的遗迹 现在有水波般的符文在荡漾 在自我保护 神之攻击 居然都被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 虚空破裂后又重组 没有波及到很远去 阳间的天才露出金融 这片秘境还真是不弱 天地坚固 比这阳间虽然不如 但是比起残破宇宙 其他的要强太多 吃吃吃 成片的剑光腾起 从顶口中倾泻出 向着楚风扫去 但是 在他的那双晶莹的拳头下 一切都被碾压 被轰散了 旁边 一赶长脊扫来 结果被楚风单手抓住 咔嚓一声 将之震断 吃 天地分为两半 被割裂了 那是头上悬浮绿金顶的正主 自己在反击 绿发披散 正面迎击楚风时 他挥动手中的天歌 当 楚风闪电拳一出 将其天歌打得荡棋很高 直接变形 天歌之刃消失 被拳头打得不见了 能量阵的虚空 全是黑色裂缝 那绿发男子 脚踩诡异步法 如同在星海中漫步 光影迷蒙 此地浮现成片的星斗 人为造就天谦 如同真实宇宙浮现 想拉开跟楚风间的距离 然而 楚风的动作何其快 砰的一拳打出 想要在这第二击中 就让此人形神俱灭 关键时刻 绿发男子抛出天歌 同时催动头上的 绿金顶向前撞击 阻挡楚风的攻势 他没有想到 楚风这么强 才交手而已 就要来取他性命 咔嚓 天歌折断 与此同时当得一声巨震 那口绿金顶 被楚风一拳 给打得凹陷进去一大块 发出嗡嗡声 光芒大胜 倒飞出去 并喷的一声 撞在了绿发男子自己的身上 噗 他古断惊蛇 身体倒飞 接着整个人开始解体 神血四溅 承受了不可想象的攻击 支撑不住 同一刻 楚风动了 如同一头斩翅的昆蓬 锁过之处 便是血雨腥风 刚才手持长脊的人被他抓住 直接死成两片 就是魂光都难以逃过 那举着十二节黄金边的男子 想要后退 结果被楚风追上 凌空一脚踏成两段 从脊椎骨那里断开 神血冲起 惊涉四方 在众人看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魔头 自意图神 所向披靡 让阳间一群天才 情何以堪 嗡 无声无息间 神光荡漾 一道紫色光束飞来 太快了 虚空被轰穿 天地居然在略微哀鸣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击 楚风莫蒂回首 发现是远处那名蓝发女神 虽然娇小玲珑 看起来很甜美 但是下手真的很果断 也很可怕 依旧是从她眉心 那道缝隙中射出的神盲 但色彩不同了 比刚才强大很多呗 楚风发现 手指间居然落下几滴血液 被那道光束击伤 不远处 有人在低呼 认出这个女子的身份 知道她所在的族群 这是太古一族 人族顶级血脉联盟中的一员 自认为超脱了人的范畴 自立出去 不再以人族自居 非常恐怖 这种树颜所蕴含的神盲 可以若机强 此女的攻击力非常惊人 突兀下手 能击穿神将的体魄 能伤到神王的肌肤 她是 最起码神将巅峰的进化者 蓝发女子开口 很吃惊 这一击让她释出楚风的部分实力 哄 这片天地顿时轰鸣不止 楚风动了 冲着她俯冲过去 够了 远处 有神将怒吼 满头灰发 年龄很大 迅速探出一只灰蒙蒙大手 物矮翻腾 向着楚风抓来 有她这种极数的存在 怎么可能容忍楚风一路屠杀 现在终于是出手了 要格杀楚风 够你大眼 楚风怎么会惧怕 依旧向前杀去 沿途没有收手 在途中再次干掉两名神级进化者 血液点点 同时 她也到了那个蓝发女神的镜前 任她眉心发光 神盲不断击舍 但还是被她压制了 于此之际 神将的那只大手 到了楚风背后 就要将她一把抓住 可是她头也不回 一只手向前抓去 稍微侧身 另一只手向着后方 灰蒙蒙的大手迎去 碰 她将那蓝发女子禁锢 而后猛然一用力 将支钻的骨断金蛇 接着随手抛出 刹那 她便化成一片血雾 楚风没有回头 另一只手抓住神将的大手 传来鼓励的声响 相当的刺耳 那位年老的神将闷哼 自身站立着 被楚风一把从远处扯了过来 哄 在跟楚风的碰撞中 她自身比较激烈 但是楚风最后 却轻易间将她轰爆 一位老神将陨落 杀了她 此地有很多神级天才 也有一些老神将 甚至有神王隐现 这时怒吼着 就这么瞬息间 楚风接连图神 他们岂能容忍 楚风浑身发光 横冲直撞 又有几位神奇四分五裂 这可不是一般的净化者 而是杨剑的天才 就这样死去 对于一些道统来说 损失不小 嗡 在楚风的四周 光雨腾起 异常地绚烂 像是烟花绽放 像是流星汇聚成瀑布 凝聚成河流 而后在这里激荡 她动用了小六道石光树 在这里大开杀戒 短暂接触 便先后有神毙命 哲隐在此地 神血染红天地间 阴风暮毫 异象分成 但是 却没有天窟等景象出现 因为这是太古的秘境 法则可怕 远比其他地带的空间级别高 楚风在图神 踏着神之尸骨前进 脚下皆是血 远处 来自阴间宇宙的固人灵魂 都在震战 这真是楚风吗 居然能做到这一步 比神话还要神话 她在动用异域的那些 艺术 硬无敌表情不自然 神色复杂 为楚风的战力而今 也为她动用的手段而叹息 姐夫 银发小罗莉 也看出来了究竟 一时间 她满脸泪水 深知一旦动用这种艺术会 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 自此之后 那便是滑向黑暗深渊的开始 踏上一条不归路 寿缘不会很多 晚年极其凄惨 硬折仙白衣烈烈 盯着地平线尽头的战场 道 她是极艺术晋升到神境 就此以后 有限的生命时光中 已经摆脱不了 诡异物质的纠缠 楚风 你这样终究是 斗不过阳间的人 第一千章 镇压众神 小六道时光树一出 四方神性颗粒沸腾 楚风刚才斩杀多位神灵 现在光与争腾 从四面八方飞来 非常绚烂 这些粒子 都带着神之属性 都是最本源的物质 从楚风皮肤中渗入 没入她的每一处细胞中 充盈静魂光内 刚才交手耗费不多 而补充却这么猛烈 楚风和毛孔都张开了 从头到脚都一片璀璨 肌肤晶莹剔透 再加上最为吸针的 道祖物质也涌来 她立身 在本源立子间 宛若化作永恒 这一刹那的画面 永远烙印进众人心中 她脚下是神的尸骨 血染大地 她则在昂首而立 屁逆阳间众神 哄 一位银袍神王出手 一脚踏出 密尽空间 崩坏出可怕的黑色裂痕 她所立身的虚空 像是瓷器瓦解 她怒不可遏 满头白发乱舞 再这么下去 她眼中那个必杀的阴间土著 都要快斜洗这里了 会杀掉大量的神奇 让他们情何以堪 她身为神王 负责镇守此地 若是出现那种 流血漂炉的惨案 她必然有重大罪责 动 神王一动 四方皆惊 所有人都在心头悸动 众神都在倒退 不想被席卷进去 银袍神王出手了 那个阴间土著 还能对抗不成 银袍神王一步迈出 就已经到了境前 神威浩荡 若是在阴间宇宙 星空都承受不住 她的这种威势 在她周围 空间被其透出的能量割裂 化成一片黑色的深渊 而她自身是炫目的 荧光普照十方 身后漆黑 她如同自地狱而来 昂首咆哮 她到了境前 并且一脚向着楚风踏来 霸道之急 虚空如同飓风中的一张画卷 哗啦啦作响 而后四分五裂 这是神王之事 要一脚 将她眼中的阴间土著 踩成血泥 直接碾死 神王一怒 血流成河 抬手可灭一族于瞬间 碾压阴间 以重轻而易举 有人惊叹 在场的许多人都觉得 楚风凶多吉少 看她立身之地 都破破烂烂了 被神王的脚掌覆盖 怎么抵挡 死得有点憋屈啊 残破宇宙的人低声议论 他们躲在天际尽头 整片秘境自身在发光 符文密布 保护这片天地 不然所有人都要被那余波震死 化成尘埃 姐夫 银发小萝莉大眼通红 满是泪水 担心到极点 阴间宇宙 很多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有不少的故人 都希望楚风能够赢 当然也不有少许敌视者 脸色冷漠 碰 此时楚风自身光辉普照 胜烈到极致 宛若从混沌中 浮现出一口 开天辟地时代的火山 蕴含着大道碎片 喷不而出 照亮整片世间 楚风逆空而上 右腿摆动起来 横扫过去 跟银袍神王硬喊 轰动 天地间 神王秩序共振 各种符文若绚丽的 如同花蕾绽放 并扎根在虚空中 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血泪长流 银袍神王一声闷哼 来得快 倒退得也快 他的一条腿 在轻微颤动 剧痛难忍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这才是阴间 那个青年进化者的实力 可憾神王 而且 银袍神王来自阳间 比之这片宇宙中的进化者 要强太多 不少人如同泥塑木雕般 尤其是刚才说话 认为楚风必死的神奇 皆羞愧闭嘴 这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这么年轻的神王 这是要跟史书上那些名人比肩吗 嗡 虚空报名 楚风杀到这一步 怎么可能会犹豫 哪怕见到了神王 也要去杀之 他踏着虚空 周身澎湃出害人的能量 金光如朝霞 从他的周身细胞中倾泻而出 毫无保留 到了这种关头 潜能都调动起来 毕竟面对的是阳间的神王 而他在规则不全 倒则损失厉害的宇宙崛起 先天不足 所以全力以赴 楚风的气息太恐怖了 相邻过境的神灵 都感觉压抑的难受 有些人脸色苍白 差点一个亮枪栽倒在那里 他们果断倒退 虚空在大爆炸 金色的能量云席卷 楚风之威不可匹敌 他闯了过去 拳头晶莹 肉身无瑕 魂光更是凝聚成彩光 斑斓而射人 这是无比强大的体现 这一次 他动用的是大日如来拳 属于阳间的神迹 神灰普照 这种拳意一出 天生压制所有人 要度化尽苍生 就是银袍神王都被影响到 自身气势稍弱 砰砰砰 接下来 楚风一拳又一拳地轰来 人们看到 那里秩序碎片飞舞 金色能量沸腾 看不到人影了 只看到金银的拳头碾压世间 震杀一切 两人在激烈的搏杀 片刻间 神王血溅起 银袍神王双臂竞篮 骨头都出现裂痕了 至于拳头更是血肉模糊 金银的趾骨都清晰可见 他负伤不清 然而 楚风却在皱眉 在轻叹 他迅猛崛起以来 如今更是成就神王位 可谓纵横天下 一向都是以下克上 横推对手 可是遇到阳间的人 跟同层次的进化者争斗 他便不能碾压了 以前可夸境界杀敌 现在已经不行 跟同层次的人战斗 他居然只是占据上风 而不是一路横推过去 这让他不满 让他不甘心 若是这样的话 一旦进入阳间 他如何能去震慑同级别的天才 到时候 自然是横扫不了对手 同层次的话 天下有敌 处处受阻 杀 楚风怒吼 在那里咆哮 周身发光 体侧十二剑一浮现 阵斥时 剑名声洞天 割裂秘境 银袍神王惊怒 他觉得对方像是受到了刺激 实力暴涨 一下子在他的身上 留下一道又一道剑痕 让他血流如注 他可是神王啊 最可恨的是 分明是他处在下风 对方为何那样发怒 一副不愤的样子 真是岂有此脸 啊 银袍神王嚎叫 遭受可怕的攻击 楚风动用小六道石光束 从他的伤口中 自建起的血液中 汲取神性粒子 与盗阻物质 吃 这时 楚风动用阴阳二气 化作黑白两道光 纠缠在一起 威势可怕 这典型的绝世神术 扑 银袍神王躲避不及 一条臂膀被割掉 飞了出去 须知 阴阳二气 这是以天地奇珍物质为根基 缓慢剂炼 这才修成的绝世神术 远处 来自阴间的一些故人惊呼 映哲仙脸色微变 想到抑郁之行 这是当初他交给楚风的秘籍 是七宝妙术中的阴阳部分 若是跟他的五色神光配合起来 有纵横世间 横扫朱迪之事 哪怕是在阳间 七宝妙术都是归宝级的 是最高层次的究极秘术之一 吃 楚风魂光激荡 再次震出阴阳二气 宛若混沌初开 天地初分 万物初常 天地中阴阳二气流转 成为最本源的东西 噗 这一次 银袍神王更惨 被拦腰截断 血流如注 随着楚风实力激增 这阴阳神光也越发地可怖 突然 无声无息 虚空湮灭 一只可怕的红色木剑飞来 刺透虚空 毫无声息 到了楚风的境前 碰 最终 他的肩头被射穿 带起大片的血雾 连肩胛骨都裂开了 白骨茶森森 景象有些可怕 又一位神王出现 暗中袭杀楚风 让他负伤了 原本这是必杀一剑 只向楚风的头颅 要爆掉的他的灵魂 最后关头 被他躲避过去 姐夫 你要好好地活着呀 以后 会最强 银发小萝莉担忧 轻声哭泣 唯恐他会陨落在此地 哼 楚风一声冷哼 爆发神威 真是当他很容易杀掉吗 这是开战以来 他第一次被这样中创 骨骼劈啪作响 他迅速恢复肉身 同时压根就没有停下过 依旧在冲击向前 震杀银袍神王 汲取他的神性粒子 与盗阻物质 扑 银袍神王很惨 被这样怒不可遏的楚风盯上 大发凶威后 他怎么抵挡 被楚风全面压制 楚风的建议 宛若化成极道之光 成千上万道 全部击射出去 将只剩下半截身子的银袍神王绞杀 小六道时光术运转 楚风得到了惊人的补充 然后 他改变方向 向着射箭之人杀去 事实上 那个人早已动手 一箭又一箭地射出 想要挽救银袍神王 但是没有改变什么 楚风纵横此地 找到了那个人 杀到眼前 根支血战 这片秘境 目前就两个神王 他已经能够确定 一番厮杀 他毫无保留 到头来用闪电 全江那人的胸口洞穿 雷霆绽放 那可是一位神王 被他隔杀此地 血雨飞舞 为了防止此人复活 楚风自然是动用小六道时光术 将之所有神性本源汲取干净 只留下一片尸骸积粉 两位神王陨落 都被一人击杀 震慑秘境 所有人都僵硬在这里 有神将不甘心 想要悄然没入地下离开 也有人暗自做准备 想用静气等非常闺蜜 保息杀楚风 然而 这些人才动 楚风就抬起手臂 见光如虹 在扑扑声中 接连有六颗头颅落地 都是神王 一时间 楚风站在神江尸骨前 踏着神王残血 屁腻四方 众神皆心头悸动 许多人不得不低头 远处 江洛神瞠目结舌 这位故人的表现 简直是超乎 他早先的想象 杨剑的神王都扶诛了 袁世成 袁袁 精灵 侍弘等人 也都目瞪口呆 硬小小很开心 齐腰的银发很亮 他活泼地差点跳起来 但他忍住了 毕竟远处杨剑的神级天才很多 都还在 但是 他一点也不害怕 杨剑的诸多天才又如何 可能 都要变成谢鱼谷 银发小萝莉不自禁地 看向他的姐姐硬折仙 想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 第1001章 碾压 硬折仙周身 带着丝丝白雾 有些朦胧 像是折落在红尘中的天仙子 他平静无声 被白雾所遮掩 看不到其表情 唯有一双毛子很美丽 也很深邃 他在凝视战场中的处风 硬小小偏着头 看向他的姐姐 大眼中带着水雾 最后小声道 从此以后 我不叫他姐夫了 叫他楚哥哥 他的声音很轻 很低 略显伤感 刷 硬折仙双目神光战战 扫了过来 看了他妹妹一眼 但最后没有说什么 又开始重新注视向战场 扑 远处 有年轻的神级高手刚响动 结果遭遇凌空一道剑光扫中 楚风将之消瘦 神血窜齐很高 大家一起上杀了他 还等什么 不要退缩 不然的话 这个阴间的魔头 会灭了我们所有人 不然让他逐一残食 一位穿着青金甲皱的男子 大声喊道 号召所有人都联手 吃 一道剑光飞出 楚风凌空而立 自身站在原地 右手劈出的一道剑光 锁定那个人 一剑之下 将之青金甲皱劈开 让他的护体光芒溃散 从眉心裂开一道缝隙 而后血液喷涌 那人被力劈为两半 众人的面色变了 这个魔头太强势 谁敢冒头 谁敢有动作 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可是不反抗刑吗 他依旧会出手 会血吸此地 一时间 杨坚的净化者群情激愤 全都暗中呼喝起来 以精神彼此传音 想要联手涂魔 天下第八神灵呢 请赤明大人出手 斩妖除魔 有人在呼唤 非常焦虑 声音急促 在神王面前 施展精神传音 你们当我是摆上吗 以为我截取不到精神秘因 楚风冷漠地说道 一般来说 神识传音很隐秘 不会被外人察觉 但是 楚风境界摆在这里 神王中期层次 魂光一扫 什么都瞒不住他 可以看到诸多精神讯息 阳间的 一群天才想联手 他带着冷意 手中换了一杆白银大吉 在那血量的几刃上 寒光暴涨 他持急猛然横扫了过去 这一击 简直是天崩裂地 鬼哭神嚎 对所有人无差别攻击 啊 一刹那 一个又一个净化者惨叫 断臂残肢 有人投炉飞起 有人被斜肩斩断 有人被拦腰扫断 景象相当惨烈 有些是神级高手 有些则是圣者 一些人在身体断裂的刹那 又在第一时间暴碎 神亡之能量 很多人怎么挡得住 这是一桩惨货 楚风真正地屠戮此地 阳间的天才 可谓损失惨重 就这么一击而已 六十多人毙命 这里应该有 太武老捏出的弟子门徒吧 给我滚出来 楚风冷悠悠地开口 太武天尊的一道化身 降临在小阴间 击毙大黑牛 欧阳风 黄牛 老吕等所有人 还杀死了楚风的父母 这是他心中不可治愈的伤痛 是最大的仇恨 抑郁百年过去 他经历了一段 相当长的时光 但是每当想起 那些故人 心头浮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都怅然 神伤 相隔百年了 再也回不到从前 他感觉心头刺痛 他对太武一脉恨极 恨不得立刻诛杀之 这片地带一片躁动 但是没有人敢开口挑衅 也无人敢主动站出来 吃 楚风出手了 刚才通过魂光 已经捕捉到一些信息 知道某些人的身份来历 仰起大己 就朝着一片区域轰去 这不像是利劈 更像是猛烈地砸落下来 那敢神将级的大己 发出嗡嗡声 暴涨起来 如同一座银色山体倒下 轰在那片地带 啊 几位神级进化者怒吼 满头发丝乱舞 目自欲裂 他们竭尽所能地抗争 但是依旧化成血与骨 都被撞击的解体 楚风喝道 太武老混蛋的弟子门徒 都给我站出来 此外 魂役 原始 乱语的道童的子弟 也给我走出来 此地一阵宁静 许多人心中大怒 但是 却没有敢顶撞 尤其是太武 魂役等天尊的弟子门徒 一个个都心中翻腾 恨不得立刻诛杀楚风 但是却没有那个实力 都在折服与隐忍 远处 来自小阴间的一些故人 心头震撼莫名 江洛神 精灵等人都神色复杂 当初 四大天尊的徒子徒孙 进入阴间宇宙时 何等的张扬霸道 虐杀各路高手 雷弓 天刀 彼岸花等 都栗战而死 血见星空 根本无人可挡 十分悲壮 可是 仅仅一年过去 楚风崛起 竟能够屠神了 如今杀到这里 将阳间一群神级 净化天才都镇压 够了 你张扬与自负的过头了 这时 地平线尽头 一轮红色的大日喷勃 并且在急速扩张 压盖满了这片地面 红艳艳 赤盛而绚烂 那是一道身影 满头赤发披散 立身在大地尽头的中心 并不高大 但是却宛若开天巨人复苏 震慑世间 这是一位青年净化者 面色冷峻 身体带着魔性 阳间排位第八的神奇 赤明来了 早先 他亲身闯进那口黑色的寒潭中 去争夺造化 错过不久前的战斗 现在真身出现 赤明在临近 一股磅礴的气息在席卷 天地都通红了 宛若赤盐焚烧九重天 下一刻 通红的地平线尽头 又出现一片蓝光 迅速绽放 若汪洋起伏 在阳间排名第九十七的 神灵蓝风也出现 也从寒潭中挣脱出来 带着阴冷的水雾 他们急速赶来 并且 在赤明的身后 还跟着两名女子 都是阳间赫赫有名的女神 在神奇中 排位在数百名内 实力非常惊人 不过 两名女子都算是赤明的追随者 哄 赤明第一时间便果断出击 探出一只大手 鲜红如血 笼罩天地 一巴掌向着楚风拍击过去 他非常强势 如今还只是神级 但随时能迈进神将领域 敢跟神王层次的楚风争霸 只因为他是阳间第八神 在阳间就敢撼动神王 甚至图之 不然的话 阳间那么大 无比的广袤 他凭什么可以傲视群伦 纵横在阳间 在神奇中排进前十内 第八神终于来了 除掉此魔 有人高呼 非常激动与亢奋 来自阳间的一群天才 都是净化路上的未来天纵人物 居然在这里遭劫 被阴间的人压制 随意击杀 导致许多人都在部分 现在看到赤明来了 一群人顿时振奋莫名 楚风冷冷地看着此人 还真是够自负与霸道 身在神灵层次 还差一线进入神将领域中 就敢跟他争锋 他抬手就向前轰去 拳头晶莹 打爆长空 漫天都是璀璨的秩序符号 跟赤明的大手硬喊 砰 拳掌相交 雷霆爆发 将最近前的十几名 很强的进化者都振成碎片 直接在闪电中消失了 这一景象 惊得所有人都惊悚 急速向后退去 这样的碰撞 这样的对决 常人难以想象 动辄就是神奇 在刺目的光芒中解体 楚风皱眉 再次感觉到危机 他是何等层次的进化者 神王 而赤明呢 不过是神之巅峰 接近神将层次 居然能跟他硬汗 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被抹杀 尤其是 刚才是赤明主动杀来 以一只赤色的大手拍击下来 想直接轰杀他这个神王 何等的自信与霸道 这让楚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这是第一次 有人跨境界跟他交手 在过去一向都是他以下乏上 眼下真是不可想象 神之巅峰 敢与神王阴风 这是何其疯狂的事 楚风心头沉重 虽然感觉很憋屈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他所在的宇宙不完整 大道碎片残缺 秩序符文有严重缺陷 成长起来的顶级高手 真的跟杨坚的顶尖天才有差距 远处 传来阵阵欢呼声 杨坚的许多进化者 眼神火热 等待赤明屠戮神王的那一刻 这种事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杨坚广袤的疆域中 排位第八的神灵 何以能够扬名 震动六合八荒 自然是因为屠神王之战 然而 赤明自身却倍感吃力 神色凝重 原本以为可以轻易 涂掉阴间的所谓神王 但现在看 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觉得 这个阴间的青年 若是自幼在阳间成长起来的 不见得会比他差多少 在同层次的争霸中 或许能跟他对抗一二 哄 赤明运转出一种特殊的呼吸法 口鼻间 烟霞炫目 周身能量激荡 他的气息在暴涨 涂阴间的神王 许多人大喊 不久前 被楚风压制得太厉害 所有人都体会到了死亡的威胁 终于等到这一刻 阳间的人 要震杀阴间魔头 楚风一声冷哼 口鼻间满是白雾 周身能量光雨 如同火焰在焚烧 要烧穿三十三重天 他催动小六道时光树 不时挥动闪电拳 刚马霸气 神王灵士 在怦怦声中 赤明被楚风的打得节节败退 整个人在轻微的禁软 当楚风发飙后 他承受不住了 楚哥哥加油 银发小罗利暗中祈祷 怕楚风大败 死在此地 终究是比不过阳间的神级天才 若是同境界一战 他已经失败了 映哲仙清宇 站在那里 盯着战场中 道 即便他成功进入阳间 也会被阳间广袤土地上的 大量天才淹没 神环退去 归于普通 很难崛起 银发小罗利不服气 也很不愤 道 你怎么不说 阴间宇宙法则不全 造成进化者的进化道路有缺陷 如果进入阳间 楚风哥哥肯定能弥补所有瑕疵 一个人可以打阳间十个百个天才 就在这时 交手两百招后 赤银吐血了 被楚风一掌力劈 一条水手臂几乎脱离躯体 鲜血淋淋 劈头散发 碰 楚风发威 全面散发神亡之势 打得赤银不断咳血 身体踉跄 一条手臂终于是飞了出去 被楚风的掌刀切开 坠落在地上 赤银 那两位在阳间排位数百名内的女神 顿时焦急 插那杀了过去 别说他们 这种靠前的排位 就是在万民内的神灵 相对浩瀚的阳间来说 都算是富有盛名的天才 足以傲立在一遇 哄 楚风挥拳 一边进攻赤银 一边迎上这两人 大日如来泉一出 将一人震的藕臂军裂 银白躯体 血流如注 他也在催动阴阳二起 魂光剧烈闪耀时 阴阳之力沸腾 击射出可怕的大道碎片 将另一女腰斩 血光惊人 杀 赤银怒发冲冠 满头赤发乱舞 跟楚风死磕 施展秘技 再次爆发 可怕神威杀了过去 同一时间 蓝风也出手了 排位前百名的天才 不是异于之辈 非常强大 但他们还是挡不住楚风 赤银被楚风盯上后 身体背肌的横飞 周身都是伤口 布满裂痕 白骨茶都出来了 到后来 他被楚风的一只大手 压制的几乎跪伏在地上 他双手向上抗击 依旧在竞篮 双臂要折断了 精灵 圆圆 硬无敌等人都吃惊 楚风一个人 真的压制了阳间降临过来的所有人 硬小小暗中攥紧小拳头 眼中闪烁兴奋的光芒 江洛神脸上写满金戎 很难想象 跟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故人居然 这一般的飞扬强势 声声打得阳间的神级天才 都弯下腰 似是要扶手扣拜下去 是 在这一过程中 楚风依旧在对其他方位出手 有人想悄然离开战场 被他的可怕剑光洞穿 死于非命 他在压制几位神级天才时 也在关注整片战场 众人胆寒 这是 不想放过一个吗 啊 蓝风怒吼 他也被压制了 比之赤鸣有所不如 双腿弯曲 周身都被秩序浮温缭绕 他被压制得跪了下去 人们都倒吸冷气 心头震战 那可是 阳间的顶级天才啊 同一时间 赤鸣也支撑不住了 双臂折断 周身骨骼暴响 被楚风大手压制的低头 双腿承载不住自身 弯曲了下去 不 赤鸣怒吼 楚风 看向天地尽头 并无喜悦之情 他要踏出自己的终极之路才行 必须崛起 眼前这样镇压阳间的天才 没什么成就感 同层次击败 并压制所谓的阳间顶尖奇才 那才是他想要的 有些事情不能犹豫 必须要开始进行了 他不甘心被阳间大量的天才光芒淹没 泯然众人意 第1002章 闭逆天下 这一刻赤霞映照 犹若晚霞染红这片天地中 楚风昂首而立 望着天际尽头 真正的神王灵世 在他的身前 赤鸣披头散发 终于是被压制地跪了下去 这引发巨大震撼 阳间排位第八的神灵 明动亿万里疆土 天下皆知 连天尊都会惜财 愿收他为关门弟子 可是现在 他居然被阳间的一位土著压制 任他能量激荡 满身是血 拼尽力气也没有任何办法 赤鸣怒急 想要咆哮 吼碎山川 然而 这根本没有什么用 他披头散发 腿骨都被压制地折断了 他的双臂扭曲着 刚才不止碎掉过一次 但这个层次的生物 可滴血重生 第一时间净化出双臂 而现在又开始瓦解了 蓝风同样如此 双膝的骨头都被压得碎掉 艰难地以双臂向上支撑 阻挡楚风的扼杀 在前方 楚风身姿挺拔 只动用了一臂而已 手掌覆盖在此地 同时压制他们几人 赤鸣的两名追随者 那两位女神 在神灵中排位数百名内 平日高高在上 可现在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身体开始瓦解 即将伤愈 他们肉身重组的速速 根本跟不上自身崩坏的速度 只因半空中那只大手压制下来 符纹流转 在薛神谷 石神险 楚风 赤鸣低吼 这是他今生最大的耻辱 贵服在一个阴间土著的面前 而他的追随者也将死去 他是天下第八神 杀过神王 而且不止一尊 可现在却这般的憋屈 远方 无论是残破宇宙的进化者 还是来自阳间的天才 一个个都心中矩阵 今日之事 注定要传遍阳间 会波及很远 天下排位第八的神灵 居然会有这样黯淡的败迹 楚风冷酷无情 他心中并不满意 不能在抬手间将这些人格杀 身为神王 还有什么乐趣 无成就感 他扫视四眼 抬起另一条手臂 从手指间击射出剑芒 开始格杀此地的神灵 跟他拼了 他终究是要涂掉 我们所有人 早先有人为自保 躲在后面 不肯上前 可是现在 见到这个大魔头 一边准备炼化赤明几人 一边在杀他们 怎能忍受 啊 尖叫声传来 赤明的身后 那两名容貌娇好 在阳间富有圣明女神 先后瓦解 连魂光都在溃散 小六道时光树太霸道 楚风汲取神性粒子 收取盗族物质 当众杀敌并练功 导致自己不仅无损 神能还愈发地充盈 惊得许多天才 面色苍白 邪术 邪神 有人颤声道 吃 见光如红 一道又一道 异常的绚烂 不断击射而出 将一些神奇洞穿 并不是每位神 都如赤明 这般可怕 能挡住神王的攻击 其他进化者 尤其是出入神境的天才 哪里可以神王迎风 所以 在这短暂的片刻间 这片秘境中 相当的惨烈 一位又一位神奇迭血 被楚风 移植剑劈杀 现在 他在神王领域中 魂光闪耀 精神能量沸腾 谁对他敌一身 谁对他藏着杀意 自可以捕捉到 所以他的猎杀很精准 有针对性 诸神在扶诛 来自阴间宇宙的故人 看到楚风这样 轻描淡血间 便大开杀戒 斩杀阳间的神 全都头皮发麻 瞠目结舌 这是颠覆性的 一个人力压阳间 众多降临者 当真是不可想象 这真是 最黑暗的一天 有人叫道 太不甘心了 被他们所俯视的 阴间诞生的土著压制 屠杀 真是悲怒 阴间 不过是乱葬岗 怎么能出来这种进化者 难道是 某座大坟中的大能 天尊血液复苏 造就出这般人物 这些人在拼命时 个别人也在怒斥 也在嘶吼 太不甘心了 原本以为到了 这片有缺陷的宇宙后 可以屁腻一切敌 怎能料到会死在这里 楚风文言诧异 所谓的阳间大能 天尊的大坟 他一个都没有遇到 如何能挖掘他们的坟墓 当然 这些目前不重要 他恼火的是 阳间这些人 真是高高在上习惯了 现在还敢提乱葬岗 找死 一刹那 他口中吐出一道白光 那是肺部的羹筋器 化作一口剑光 扑的一声 将两位神灵斩杀 吐气成剑 而且是秩序之剑 一念间就杀神灵 这是何等的能力 让许多人瞳孔收缩 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 这是 刀王凌晨在那里失神 不久前 他还认为 十凡是靠紫荆天雷 闹得他们灰头土脸 现在看来 他们差远了 被一个神王调戏了 扑 楚风再次吐气成剑 将数位很强的神奇斩杀 连带刀王凌晨 跟着一声惨叫 楚风没有特意 针对他这种小角色 但是他被那团剑气擦中 半截身子迅速瓦解 与此同时 赤鸣披头散发 满身是血 被熬练得快要支撑不住了 贵妇在地上 浑身静攒 他怒不可遏 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 怎能甘心 堂堂天下第八神 跪在他人脚下 而那人昂首面对群雄 单手镇压他 这种对比 反差太强烈了 旁边 蓝风比他还不如 满身骨头都裂开了 心红的血溅起 并且 他的魂光在暗淡 神性物质颗粒飞出 被楚风炼化 杀呀 阳间的人在冲击 合力对抗楚风 不反抗都得死 最开心的莫过硬小小 在远处握紧小拳头 暗自祈祷 希望楚风强势到底 能够赢下去 硬无敌脸色发目 这真是超乎想象 但他也希望楚风无恙 精灵 世红 圆圆 江洛神等一群 来自阴间宇宙的人都 屏住呼吸 站在地平线最尽头 仔细关注 楚风大开杀戒 张口就是剑光 抬手就是能量神盲 横扫四方敌 这片地带血流成河 阳间的神级天才来的人 真不算少 在今天遭遇了致命性的打击 再被扼杀 场中央 楚风像是一个大魔王 屹立在那里 都没有去追击 抬手避敌 翻手就可以杀神灵 震撼人心 天尊在上 请显灵吧 守护在剑魔那一侧的诸位师长 你们可曾心有感应 快来救我们 有年轻的进化者崩溃了 被楚风杀到胆寒 这片地带神血到处都是 地面都被染红了 一些特殊的种族 其神级净化者死后 显化出本体 庞大如山 那血水针根泉池式的 鼓鼓喷涌 场面骇人 大地上 楚风之身毅力 傲视群伦 大开杀戒 哄 在许多人呼唤与祈祷之际 连着阳间的通道那里 真的出现动静 发出刺目地光 秩序碎片飞舞 宛若盈盈花瓣 洒落过来 来了 我们的师们 那些师长听到呼唤了 心有感应 非常的激动 然而 等待他的 却是楚风抬手一击 阴阳二气流转 将他的头颅与魂光收割 死于非命 谁在作乱 哪个敢祸害 我阳间各交气铃 有人和吼 在那通道中 排列着走出八人 都是金袍神王 算是这个层次中的顶级强者 一个个屁腻天下 气场太强大了 山河都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战力 虚空都在暴鸣 大道碎片浮现 隆隆作响 天地间垂落一缕缕血木地思涛 大道神鹰隆隆震耳 他们的境界比楚风还高 毕竟楚风还在中期 而这些人都在神王后期 当这群人出现后 阳间众多天才都欢呼 雀跃起来 无比的激动与振奋 像是看到了最亲近的人 几乎是瞬息间 这八位神王就洞彻 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个勃然大怒 有阴间土著 在残杀阳间的天才 而且 这个人正是太武天尊 想要寻找的楚风 他身上有质宝 让他们震怒的同时 也一个个眼神火热 当看到满地是血 这次阳间过来的神级天才 凋零大半 没剩下多少人后 他们嘴角抽搐 心中慌乱 如何向那些天尊交代 他们算是失职了 没有保护好这群历练者 可是 据他们了解 这片残缺的宇宙最强不过是神 如何能威胁到阳间过来的神级天才 而且 也的确有两位神王跟着过来了 到头来 依旧发生这样的惨祸 八位金袍神王怒法冲关 是名 第八神 有一位神王低吼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赤明 蓝风这种天纵人物 都快被人炼化死去了 竟跪伏在地上 找死 一位神王咆哮 八位顶级神王发怒 那真是山河失色 日月无光 他们的金袍鼓荡起来 形成毁灭性的能量语 太恐怖了 天地都被割裂 不知道有多少人跪伏在地上 承受不了这种威压 我看找死的是你们 楚风窥然不动 立身在场中 哪怕是面对八位神王时 他依旧无惧 没有顿走 他这个姿态 见神王而自视 毫无情绪波动 让八位金袍神王 越发地杀意浓重 那个土著出现了 哼 正可满足我师尊的心愿 天助太武一脉 突然间 一道平静 但却射人心魄的声音 从戒魔那边穿透过来 在秘境中回荡 让神王都凛然 都为之站立 许多人失声惊呼 各种魂光闪耀 那是精神波动剧烈的体现 亦散出很多惊人的消息 一时间 大道碎片凝聚 化成花朵 在虚空中绽放 都是戒魔 那一端的生物 即将跨界而导致的 嗯 楚风感觉惊悚 这个人还没有过来 就造成这种可怕压抑的气氛 其威能简直不敢想象 太武的弟子 当然 他最为关注的 还是对方的身份 是他最想杀的 大仇人的清传弟子 在场的杨坚天才心头颤抖 这是太武一脉出名的强者 超越了神王的范畴 这是太武最看重弟子之一 算是一只脚 迈入天尊层次的可怕存在 半步天尊 这种生物太强大了 居然守在通道那一端 他现在要过来了 来自阴间的故人都在发呆 这一次 楚风拿什么熬过去 他会 陨落在此吗 情况竟发生逆转 半步天尊 今天就杀一个试试看 若是能够避掉 太武老匹夫 一定会很心痛 第1003章 贵街楚王法旨 附近的人听到楚风的话 表情都将在那里 想杀半步天尊 这是他的真心话吗 莫不是得了失心风筝 谈及天尊 那是就高高在上 视为天 哪怕被赞誉为半步天尊 那也是不可招惹的 能俯视神王 做看古今岁月沉浮 是苍生如蝼蚁 漫长的寿源 可让让这种生物 有足够的时间积淀 规划自己的究极进化路 现在 阴间的一个土著虽然成亡了 但想跟半天天尊叫板 那还真是痴心妄想 你真是 镜前 赤鸣在堤吼 满身是血 骨头全都断了 都快支撑不住了 他面孔有些轻物浮现 他很想说 楚风自不量力 敢跟半步天尊 那种生物口出狂言 纯粹是不知天高地厚 找死 然而 他又闭嘴了 现在的他 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被阴间这个青年压制的 贵妇在地上 已经败了 他面孔略微扭曲 等待楚风面对死亡那一刻 他相信 谁也就不了这个阴间土著 自己找死无解 他只是有点可惜 楚风身上的至宝 与他无缘 注定要落入 太武天尊的手中 蝼蚁也敢仰望苍穹 对众神 都要共尊的强者 指手画脚 可笑 远处 一位金袍神王 站在虚空中 俯视过来 强大的气场 让诸神都站立 许多净化者双骨战战 在说话的同时 这位金袍神王 对楚风下手了 怎能等太武天尊的清传弟子出手 那意味着他们这些人失职 一道刺目第五色魂光飞来 彰显这位神王的强势 在这个层次是顶级的 秩序碎片飞舞 异常的绚丽 围绕着在魂光周围 这是一位神王带动起来的事 凝聚天地之威 宛若在挥动大道而战斗 压制世间万象 闭腻众生 不然何以为神王 碰 楚风躲避过这一击 但是 他没有离开这片地带 一只手依旧在压制赤明与蓝峰两大神奇 那位神王皱眉 还真怕将那两人给震死 他是神王后期的存在 能够走到这个层次 年轻时也是天才 底子足够强大 眼下的赤明这种所谓的神奇天才屠杀神王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这样的神王身上 他能压制神级净化者 天地巨阵 那魂光在虚空中一击后退回去了 但是 这片虚空的轰鸣声更大 一缕缕丝涛浮现 那是能量演化 也是规则浮现 绽放出恐怖的威势 同一时间 其他神王也都疏底睁开神幕 一起注视楚风 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是无形的攻势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神王暗战 正常来说 八位神王若是同时注视 以强大的气场压制 楚风这个神王中期的人 可能会绷不住 吐血亮腔倒退 都是轻的 严重的话 他的魂光可能遭遇重创 甚至被挤人给瓦解 让他的精神崩溃 神王在上 有些人欢呼 都是来自阳间的天才 其中还有部分人贵妇下去 因为八位神王 是他们的师门长辈 此时 八大神王散发气场 谁也挡不住 足以能将成群成片的 净化者碾碎 化成大面积的血物 不过 八大神王都收敛自身气息 只针对楚风一个人 早先被他们压迫 软倒在地上的人 都能起身了 即便身为神王 八大强者 也不好在这里摆谱 有些人身后的师门太恐怖 有些天才潜力太大 未来注定要超越他们 哄 楚风遭遇无比可怕的压力 八大神王注视 气场何其恐怖 可以看到他附近的虚空都被割裂了 黑暗缝隙成千上万道 蔓延出去 不知道多少里 人们从头梁到脚 进一步体会到 神王这种生物的可怕 只是关注一个人 其弥漫出的事 就足以震杀神灵 让同位神王的楚风 身体都在摇动 要撑不住了 远处 曾经的国民女神 来自地球的江洛神暗叹 楚风太强势 跟在地球上一般 结果现在遭遇危机 难以扭转 精灵 袁世成 世红 袁袁等人都面无表情 现在不管心里想什么 都不适合表态 风哥哥 硬小小很焦虑 硬折仙面部有白雾浮现 老 过刚一蛇 他早该退走才对 回归大渊附近 这里不是阴间 他想以更高的境界 压制阳间的天才 终究是不可能的 阳间无比广袤 强者如灵 我们所见到的 只是冰山的一角 现在出现的 只是无垠洪荒大地上的 异于之地的修饰 硬小小想暗中 用魂光与他争辩 但此时战场中发生轰鸣 宛若大地震 八大神王施压 魂光澎湃 激荡而出 这是要强势将楚风给碾杀 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他们觉得 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光靠气场的话 一时间多半不会杀死对方 只是让对方难受而已 还能硬撑片刻 哼 楚风一声冷哼 手中出现一个石盒盖子 贴在掌心中 这只手掌划过虚空 如同牵手神佛在动 八道魂光激荡而来时 都被这个石盒盖子给挡住 无声无息 所有魂光都被阻住 不能突破过来 众人震惊 这是什么手段 一个神王中期的进化者 可以挡住八位金袍神王的绞杀 有些逆天 八大神王也都动容 被惊住了 但是很快 他们又都欢喜 目光火热到要沸腾 盯着楚风手中的那个石质盒盖 所谓高高在上 末世苍生 那种表情不见了 他们近乎贪婪地盯着 楚风那只手掌中的盒盖 八人确信 这应该就是太武都在寻觅的至宝 属于阳间的究极之物 这东西 果然落在阴间土著的手上 这要是夺到手中 天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造化 这是 天尊 大能都在惦记的东西 让他们都无比渴望的无上宝物 一位神王 语音都发颤了 忍不住激动之情 这个层次的进化者 虽然在坚固的阳间大地上 不具备毁天灭地的攻击力 但是在行走人间时 也足以俯视各族 让无数的进化者对他们膜拜 现在 他们失去高冷的姿态 在规觎究极宝物 哄 连接着阳间的那条通道在震动 半步天尊要过来 天地共鸣 大道碎片浮现 凝聚成花蕾 而后绽放 一道又一道秩序之光飞舞 法则横贯苍语 这片地带 一下子神圣起来 遍地永甘泉 天空中无数的金色神连浮现 扎根虚空中 神意景象惊天 这就是半步天尊的威势 这才动身过来 就导致整片天地不同了 原本这里满是神血 地上到处都是神师 可现在却被净化 半步天尊的到来 将这里化为神圣土地 充满祥和与光明 光与飞洒 宛若无数的花瓣在飘舞 带着晶莹之色泽 一辆碾车缓缓而来 有几头神将级的凶兽 拉着 他们有些像狮子 但周身都是青色的灵甲 寒光闪闪 头上长着龙角 碾车上盘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面若关玉 相当的鹦鹉与俊朗 气质出众 周身缭绕着混沌气 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太武最喜爱的弟子之一 半步天尊几红到了 楚风亮出石河盖子 显露身上的究极质宝 就是几红这种人物也坐不住了 轻身降临 赶了过来 这件质宝关乎甚大 涉及到的层次太高 别说天尊 就是大能都想得到 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带走 不然的话 会出大事 碾车上有一对童子 负责赶车 也负责为几红端茶 此时 一位童子喝道 阴间的土著 见到我家大人还不扣手 跪下来献上质宝 见过几红天尊 也不知道是谁 大声高呼 并跪了下去 行大礼参拜 这个人直接将半步两字省去 称几红为天尊 以示恭敬 事实上 这片地带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喘不过气来 面对几红这种 半步天尊级的可怕生物 灵魂都在站立 哪怕是神将也想扣手 有些遭不住 便是八大神王 也都躬身失礼 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在这里无比恭敬地迎接 楚风盯着前方 他将那童子无视 只看几红 这就泰晤最喜爱的弟子之一 想谋夺他的石河 还想让他跪着敬线 真是 欺人太甚 异想天开 这是他最大仇人的弟子 他恨不得立刻诛杀制 大胆 没有规矩 还不跪下 那个童子再次呵斥 郭躁 楚风冷声道 并且一剑扫了过去 劈向碾车 要斩了那童子 不知死活 妄敢对天尊不敬 那童子气急败坏 虽然知道这道剑光 根本不可能突破到碾车上来 伤不了他 但他还是不愤 谁敢对半步天尊的随行者大不敬 那个人竟挥剑要杀他 蝼蚁也敢仰望苍穹 这时 吉红睁开眼睛 疏地一声 大到枝光绽放 无声无息间 楚风披来的剑光便碎灭 成为虚无 聂处 呈上我阳间的至宝 吉红冷漠地开口 他那幽冷并散发混沌气的双目 已经开始凝视楚风 许多人都觉得 楚风完了 或许半天尊的目光 就能够杀他 半步天尊 你家老畜生都在阴间死了一句道身 你有什么可霸道的 给我跪下来接纸 楚风荡真是无惧 呼喝吉红 并且 他第一时间取出一张法纸 他可不会犯险 凭自己的实力对抗此人 斗手间祭出一张金色的法纸 要震杀此人 轰的一声 这张法纸变大 金光刺目 照耀世间 释放真正的天尊之威 砸向吉红那里 而等还不跪接本王法纸 第1004章 遮天 什么情况 呼喝半步天尊 跪接法纸 这楚风真的疯了吗 但是 众人才错愕 便感觉头皮发炸 浑身军裂 通体流血 所有人都承受不住 全部跪下去了 不由自主 诸神对着楚风这里顶礼膜拜 他们的身体背叛了本心 全都不受控制 这是源自本能的敬畏 像是食草动物见到兽王 天生恐惧 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根本就站不住 浑身瑟瑟发抖 跪在地上 不断扣手 这还是楚风控制天尊法纸 主攻前方的结果 不想伤及残破宇宙的人 不然的话 这片地带必然完了 众多净化者全面 一张金色的法纸 飞了出去 被楚风荡成板砖使用 直接砸向济红 金光亿万缕 大道碎片澎湃 如同山海决堤 呼啸而去 这种威势太猛烈了 谁与相抗 途中 在这个方向有些神奇 结果全都站立着 都不能动弹了 如同雪花突然遇到红炉 在瞬间就融化 蒸发得干净 这一画面 让天地为之而哀鸣 众多净化者浮在地上 浑身净乱 灵魂都在哆嗦 都在抖动 不敢抬头 如此可怕的场景 惊悍了所有人 这就是天尊法旨的威力 清零地飞过去 他所绽放的大道碎片 就让沿途的神全灭 没有一点的悬念 啊 八位金袍神王怒吼 发出凄厉的咆哮声 他们想要躲避 谁敢跟天尊法旨撞上 那是找死啊 可是 根本就来不及了 天尊法只被楚风激活 突破时光的限制 打破天地中某种稚固 刹那就到了 到头来 八大神王不得不拼命 周身能量物质沸腾 魂光更是轰鸣 想要保住自身 尽可能地活下去 可惜 他们多想了 天尊法之所过之地 纵为金袍神王 号称这个领域中的 顶级强者 也都在炸开 他们的臂膀 他们的胸膛 全都化成血物 同时 他们刻意保护的头颅 还有他们的魂光 也出现细密的裂痕 接着砰的一声 全面地瓦解开来 不 八大强者何其恐怖 任何一个行走在世间 都会被各族所敬重 成为一些强大王朝的座上兵 但是现在呢 他们比稻草人还不如 最后时刻 他们也只能 发出一声不甘心的怒吼声 充满悲愤 带着一腔的怨恨 还有屈辱 全部解体 死个干净 八大金袍王者 一个人都没有剩下 消失得干干净净 连最后的八团血物 都蒸发干净 形神俱灭 四夜 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没有任何一点喧嚣 众神都跪伏在地上 瑟瑟发抖 心胆皆寒 这就是天尊的威势 此法之底的上天尊一击 谁与阴风 不是这个极数的存在 哪怕来 再多的人都没用 强行上去拼命 也只能枉死 不会有任何的希望 这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完成 超越了时光的禁锢 快到诸神都还发猛呢 八位金袍神王就归息了 好 神将级的凶兽在嘶吼 那是半步天尊季红的拉车神兽 现在接人力而起 想要顿走 想要拼命 但有什么用吗 神王都死了 更遑论是他们 即便有几红的符文光芒保护 也不行 六头形如狮子 满身是青色灵甲的凶兽 都在第一时间炸开 而后血与骨又焚烧起来 化作灰烬 至于那碾车也寸寸断裂 迅猛地化成积粉 这可是阳间天下西针的天才 制作成的宝车 现在脆弱如纸糊的般 天尊救我 早先喝斥楚风的童子 现在惊悚大叫 当然是以魂光传声 真正靠嘴说话 根本来不及 法指突破这片宇宙速度的极限 几红倒是想救 可是自顾不暇 他被那亿万缕金光锁定 被恐怖磅礴的法指照落 他自己还想逃走呢 啊 那名童子惨叫 魂光崩开 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他从头到脚都在瓦解 成为一团血物 而后消散 另外一位童子也惨死 肉身与灵魂全面 砰的一声 几红的碾车炸开 天才地宝碎片才飞舞而起 有成灰烬 那半步天尊的恐怖血气在激荡 但却也在燃烧 这一幕足以震动世间 别说其他人 就是楚风自己 都有种耸然的感觉 他已经估量过 金色法指的可怕程度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还是低估了 竟强决到这一步 八大神王 半步天尊的战车等 都跟瓷器般脆弱 处之变崩 现在轮道季红 楚风后辈生出冷汗 当初幸亏他在第一时间 利用石河 收走天尊法指 不然的话 在混沌中截杀杨坚诸神时 被对方找到机会 用法指对抗 后果不堪设想 几红发怒 堂堂半步天尊降临 在这片残破的宇宙 需要众生膜拜才对 可是现在他遭遇了什么 大难临头 强大如他 如果谨慎戒备的话 绝对能躲避过去 但是他大意了 俯视这片天地万物与苍生 怎么会将一个土著看在眼中 结果 残酷的现实 给了他当头一棒 自从一开始 法指激活后 便锁定了他 让他头皮发炸 至于其他人 都是遭遇波及而已 不是法指的主攻对象 金色法指 进入连着阳间的通道后 铺天盖地 不给忌红藤挪的空间 任他怒吼 爆发神威 都遭受天尊之威的压制 他是半步天尊不假 但只是半只脚踏进来 还算不上这个疾数的真正生物 因此满身是血 骨断金蛇 肉身在崩坏 遭遇了重创 唉 这法指终究是残缺的呀 楚风在叹气 不然的话 完整的法指 多半能够将几红给杀死 几红大怒 他都这么惨了 那小子还在说风凉话 哄 金色法指爆发 攻势并未终结 他在四分五裂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却更可怕了 全面瓦解时 释放无穷的能量与符纹 给予对方重创 噗 那通道在轰鸣 混沌在炸开 戒魔都被打穿了 啊 几红惨叫 他的身体四分五裂 强大如他也支撑不住 肉身被毁掉 即便可以滴血重生 所受重创 也是不可想象的 若是他的对头 这样杀伤他 此时他就认了 同级术争败 有胜就有负 没什么可说的 可这是阴间一个小土著所为 险些让他遭遇杀身之祸 将他生生轰到戒魔中 几乎要陨落 狼狈不堪 他怎么能容忍 连接着阳间的通道 几乎毁掉 很长时间过去 那里都是能量乱流 混沌气澎湃 季红艰难的开辟道路 非常不容易地 再次打通一条小径 再次浮现身影 满身是血 劈头散发 对于一位半步天尊来说 这太憋屈了 从未有过这种经历 这种遭遇实在太惨 楚风 乱葬港中的肮脏土著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不虐杀你万载岁月 是不成天尊 季红发怒 半步天尊一怒 发出誓言的话 注定会流血飘鲁 大地尽赤红 是这世间非常恐怖的一件大事 然而 让他愤怒的是 秘境中所有人 都被他的气息压制的 跪幅在那里 瑟瑟发抖 唯有那个土著 还依旧完好如初 站在那里 不为所动 楚风手持石河 抵住了半步天尊的威压 不被他的气势所设 一立场中 昂首而无巨色 季红 你话可真多 楚风淡然说道 毛子冷漠 站在场中 修长强健的躯体 如同神魔雕像 稳重而镇定 几红抬手就想 一巴掌拍死他 对方居然跟他这么说话 到底谁是半步天尊 这个土著直呼其名 还这么的冷静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甚至做出俯视的姿态 不知道的 还以为楚风是天尊呢 这让季红大怒 对方这是在小觑他 也是在羞辱 凭什么 一个小小的土著 敢这么大辣辣 不知死活 所谓的蝼蚁 没资格仰望苍穹 折磨你一万年 几红宣判 法音激荡 大道碎片飞舞 宛若黄中大吕在震动 压盖整片世间 然而楚风冷笑着 不为所动 道 几红跪下来 继续接本王法指 在说话前 他手中便用一金金光一闪 神灰万丈 从石河中 飞出去一张完整的天尊法指 向前轰杀过去 那重新开辟的通道很窄 并不是很宽 几红瞳孔疼疏缩 想躲避都艰难 又来不及了 此时此刻 他真的很想骂一句粗陋的脏话 我X 一张金色法指遮天 我X 一张金色法指遮天